根据中华民国心律医学会指出 国内约有50万人有心律不整的问题 高龄族群要特别留意心房战斗的问题 儿童的部分则是心律不整 其中因为儿童使用的是心导管手术 过程中所仰赖的S光透视机会有辐射问题 但现在透过3D立体定位系统 已经能够取代传统进行零辐射的心律不整手术 大人接受S光照射治疗心律不整这件事情 是全世界都在这么做 那不过对小孩子的话 我们真的就是认为能够零辐射 或者是辐射剂量越低越好 对小孩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除了孩童有心律不整之外 心房战斗也是成人当中最常见的心律不整 台湾80岁以上每10个人就有一人罹患 而为此及早筛检就能够及早治疗 像是血压高 糖尿病或者是有中风史 都属于心房战斗的高危险族群 心房战斗它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会导致中风 失智心脏衰减 那另外它又没有症状 那不是就很像癌症一样吗 那显然就是能够早期发现 早期接受抗凝血剂预防中风治疗才是对的 医师提醒心律医学会会利用手持心电涂装置的便利性 在政府所实行的健检当中增加心房战斗的筛检项目 透过协会专科医师的判读心电图会回报给当地的县市卫生局 再透过卫生局建议转介给医疗机构来进行后续治疗 人间卫视张宇辰 郑仁宗 台北三宝报导